《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作者陳破空 未來篇《自我孤立的紅色帝國》82,不干涉內政成立嗎? 中共踐踏人權,迫害同胞,每每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與譴責 對此,中共一律斥之為干涉內政。中共極言力色,似乎理直氣壯 但,干涉內政,何措之有?比方有兩戶人家互為淋漓 其中一戶人家鬧內訌,涉若僅僅是半嘴吵架,隔壁人家自不必干涉,頂多勸喻兩句 但涉若這戶人家中,丈夫持凶器威脅或傷害妻子,隔壁人家理當挺身而出,予以譴責制止 乃至於將逞凶者送交法辦。因為事態發展至此,已經不是一個家庭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 不僅僅是內政問題,而是事關社會公理、法理 同理,當一個國家發生內部分爭,如果僅僅是口舌筆墨之爭,其他國家自不必多事 但如果該國內部自相殘殺,尤其政府迫害一己屠殺民眾 其他國家理當拍案而起,予以譴責制止,乃至於將暴君送交國際法庭 道理很簡單,人類共處於一個藍色星球,人性相通如同姐妹兄弟 豈能因國界相隔而縱容暴力與犯罪 曾經因為干涉不利,國際社會做事紅色高棉,檢供屠殺民眾170萬 盧安達種族屠殺50萬,蘇丹軍政府屠殺民眾30萬 如今,這類大屠殺的主謀及其追隨者,都正在或即將受到正義的審判 基於這類慘痛教訓,國際干涉的決心和力度日益增強 中共所說的中國內政,不僅國際社會不得干涉,就連中國人民自己也不得干涉 中國民眾中,有議論或干涉者,輕則受到警告,重則投入監獄,甚至被殺人滅口 所謂中國內政,實為中共家政,是中共的暴政,而非中國人民的內政 正因為如此,中共視仗義直言的國際友人,國際社會和文明國家為大敵 美譽批評和譴責,就暴跳如雷,惡語相向 中共自稱,不干涉他國內政 實際上,它也處處干涉他國內政 區別只是,中共的干涉都是負面的和反動的 美美為惡勢力撐腰,符合其獨裁本性 發生在柬埔寨和蘇丹的大屠殺,都因中共在背後慫恿或張目 屠殺中使用的武器,也大都來自中共 這是負面干涉的典型 中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 擁有,下都在負面,処置立 黑暗刑的大事